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伦子 欢迎跟我一起学习钢琴极星演奏 那么今天上我们的第十九课 我们要讲的是无弦律伴奏 那么说到这个无弦律伴奏呢 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 就是我们的弹唱当中的弹的部分 我们以前的课程当中有讲过 音乐的构成是由弦律还有伴奏 这两个元素组合而成了是不是 那么在我们的无弦律伴奏当中 我们的两只手就都去弹伴奏了 那弦律怎么办呢 没关系 我们还可以用人声 用其他的乐器来演奏弦律 那么当弦律跟我们的两只手的伴奏合在一块 它就是我们的一首音乐了 那么说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的一段弹唱的视频 来感受一下无弦律伴奏的魅力 让满风轻轻吹声 暖落下 我也找过某个傍晚很想他 在远方的他 只可可知道 这段情在我身 其中几乏 在这本身那天 我记我记百姓要被你闭嘴花 忙吓他 可听到他说 不要相约中心分割上 爱怕会害怕 苗有万里 身心有否偏差 正是昂着海 是出正预告 有远的他 方法只奉心跟我往 一直有病 那满他唱上 变方 那么在看完我刚才的视频 是不是有觉得无弦律伴奏 非常的酷炫 那么我要告诉您的是 咱们这套教程 对无弦律伴奏 其实是非常重视的 我们一共有分四期 来专门的讲解 这个无弦律伴奏 分别是第十九课 第四十八课 第六十课 跟第六十九课 然后每一节课 会根据我们前面所学的 不同的内容 然后来进行 无弦律伴奏的一个强化 直到你学完 所有的课程之后 能够达到像我刚才那样的 无弦律伴奏 那么说到这里 你可能会想 这个无弦律伴奏 是不是特别难 是不是特别不好学 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 确实不好学 但是吧 上手却是非常容易的 简单的说 就是你学往我今天 讲的这一课 你至少能拿到好几首歌 进行自弹自唱 来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好那么接下来 我们一起学习 无弦律伴奏 那么说到无弦律伴奏呢 我想把它分为 两个部分来讲解 一个是右手部分 另外一个是左手部分 然后大家在 两个部分都学会之后 我们再把它合到一起 那么首先 我们从右手开始讲起 我们右手在弹奏的时候呢 其实是有一个口诀的 叫做隔一控一 比如说我以Do 作为我的第一个琴键 那么间隔一个琴键 再间隔一个琴键 Do Mi So 是三个音符 那么我们需要用 大拇指 二指 还有四指 这三个手指来弹奏 在弹奏的时候呢 要同时按下去 像这样子 我们再来一次 同时按下去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一级和弦 那么接下来 我们试一下二级和弦 还是用一二四指 隔一控一 三级和弦 四级和弦 五级和弦 六级和弦 七级和弦 然后再往上又回到了 一级和弦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右手的部分 那么大家学会了吗 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一下 左手部分的弹奏 那么左手部分 假设我们看到的是一级和弦 OK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 左手用我们的小指 长按住这个D 按住不动 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 我们看到的是二级和弦 那么就长按R 按住不动 就可以了 依此类推 遇到三级长按Me 遇到四级长按F 记住我们说的是长按 就按住不动 那么当我们两个手 配合到一起的时候 我们右手需要打拍子 而左手需要长按 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个四拍的和弦 就需要这样去按 一拍 两拍 三拍 四拍 OK 我们再来一次 右手打拍子 左手长按不动 一拍 两拍 三拍 四拍 那么在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四拍的 这种和弦 那么如果说是两拍呢 那我们的右手只需要按两次就可以 左手还是长按 一拍 两拍 我们再来一次 一拍 两拍 那么刚才我讲的内容呢 就是我们无弦力伴奏 今天这一堂课当中最核心的内容 我们记住 右手谈的就是隔一控一 我们去打拍子 而左手只需要长按就可以了 那么看完我前面的一个讲解呢 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 无弦力伴奏 其实它也是属于一种伴奏型 那既然是属于一种伴奏型 咱就躲不过我们的基本功训练 那么接下来请跟我一起来 用隔一控一的这种手法 一起来练习我们无弦力伴奏的基本功练习 我们来做无弦力伴奏的基本功训练 我们把它分为两拍的跟四拍的来进行练习 首先我们先练四拍的 One Two Three Go 一 二 三 四 换二 七个钱 一 二 三 四 三 七个钱 一 二 三 四 四 七个钱 一 二 三 四 五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五级 一二三四四级 一二三四三级 一二三四二级 一二三四 最后一级 一二三四 刚才练完了四拍的这种和弦伴奏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练习两拍的和弦伴奏的基本功续练 One Two Three Go 一二换二级 一二三级 一二四级 一二五级 一二六级 一二七级 一二一级 一二七级 一二六级 一二五级 一二四级 一二三级 一二二级 一二一七和弦 一二 好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我们课后练习的部分了 我们今天的课后练习不光说要自己演奏 我们同时还要自弹自唱 来请跟我一起 那么在练完了刚才的基本功训练那么这里我要补充一个无旋律伴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知识 这个基础知识就是我们的无旋律伴奏不建议弹得太高 为什么不建议弹得太高呢 因为我们人的声音人声或者其他乐器的声音往往扮演的旋律的部分 它往往占据的是这一部分的琴剑的声音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伴奏也弹得比较高的话 那么就会跟他们打架 我说的这个打架是指声音我们的耳朵当中听觉效果上的打架 所以我们的无旋律伴奏往往是要偏低一点的音区去演奏的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 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有出现四个和弦 一个是一级然后是五级六级四级 那么我在弹奏的时候我先弹完一级 第二个五级 那么我建议你往低一点的音区走 然后六级四级 那有没有感受到其实我弹的这个就很像一个伴奏 但如果说我们来举一个反面例子 我们弹完一级之后往往上穿 你会觉得这个好像它不是一个伴奏 它像是一个很难听的旋律 是不是我们再对比一下我们哪弹伴奏 好我们接下来 是不是我们再对比一下上面 是不是它就没有那种伴奏的感觉 好那么最后我要说一下我一般常用的一个音区 那么先是一级二级三级四级 然后我不会超过四级 一般就在四级往下的去 然后七六五四三二一 最低也就到一 然后我不会再低了 因为再低的话可能就不好听了 所以这是我们五旋律伴奏选择音区当中很核心的一个内容 不要太高但是也不能过分的低 就在这个位置就是最好的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今天所学的所有内容 套用到三首乐曲当中 那么第一首是月亮代表我的心的主歌部分 那我们一起来弹唱一下 一边弹还要一边唱一唱 One two three go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也准 我的爱也准 月亮代表我的心 好了那么我们在弹奏的时候只需要注意一点 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我们选择音区的这个事情 不要太高但是也不要太低 那么具体你觉得用哪个合适呢 我建议大家都试一试 比如说刚才我弹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时候 我弹完一级三级我是在比较低的音区弹的 你也可以试试一下上面这个音区 但如果说你觉得这边高了 那么你就低下来 如果觉得低了就高上去 总之就是我们得试一试 好吧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弹奏第二首曲子 喜欢你 One two 希望你 希望你那身那身那洲身那个美人 愿再可欣赏你那河海面缘 闻手续梦花 听着的美光 这里得说一下各位小伙伴实在对不住我这个唱歌实在是唱的不够好 所以如果说污染了你的耳朵的话还请见谅 我们来看到第三首曲子 我们要弹的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那么第一个是六级和弦 我们可以先放好 1 2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 就当我迷失在黑夜里 夜空中最亮的星 请指引我靠近你 好我们讲无弦率伴奏第一part的内容也就到此结束了 在我们后面的无弦率伴奏的课程 我们会以今天这个为一个基础来进行扩展 让它变得更加的专业化以及更加的人性化 那么也是期待我们后面的课程了 那么说到这里我必须要强调的是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实践一下 不要光是谈我们课后练习的那几个曲子太少了 所以也建议你去下载一些我的简合符 那在哪里下载呢 您可以加我的微信公众号 写轮指钢琴即兴 也可以添加我的QQ372871637 在我的QQ空间里就可以找到这些乐谱了 好了我们后面的课程会越来越精彩 在我们下节课当中 我会跟大家提到一种非常有趣的简法思维 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